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乡城说事 我是Simon 上集和大家说了九龙寨城的前世 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说一下寨城的今生 我们由晚清说起 看看昔日寨城的历史和它的特别之处 在二十世纪的时候 满清正式走上了九年残存的末路 虽然九龙寨城仍然是属于清政府管治的地方 但是朝廷对于寨城的管治都已经有心无力了 去到后期民国成立 当时的世界政局风云色变 权衡利益之后 基本上先不要说不论民国政府 还是英国政府都没有心情去管理寨城 而当时寨城的人口也有最初的460人 即是64户迅速增长到后来的2000人 当时居民已经知道了 宅城根本是一个无旺馆的地方 所以就开始乱禁建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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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48年港英政府有意在一片反英浪潮中拆了宅城 但可惜令中國各地的反響極為之大 於是唯有讓步 因為歷史背景影響到由地權問題 所以不如在該地、拜地或建公屋 所以到了後來港英政府有意圖用宅城的土地來建紀念公園 加上當時國共內戰出現 反英勢力有所緩和 於是英國人就不再擔心宅城是一個威脅 在1948年2月開始 港英政府就沒有再在宅城撤屋 結果又令到一大堆居民淡淡就湧入住了 於是將這塊得六英茅的土地逼得密密麻麻 衛生環境越來越惡劣 去到後來 寨城更加成為了傳說中三不管的地方 即是英國政府、中國政府、甚至港英政府都不理 或者無得理 而九龍債城就一直成為了港英殖民地之下的一塊非地 所謂的非地就是指某個地區或地理位置裡有一塊 遞屬於其他國家或其他地方的區域了 時間來到1950年 人口已經增長到17000人了 到了1990年更加超過了5萬人生活了 英國政府嘗試過拆了寨城很多次 但每次居民都揚言要將事情演變成一個外交事件 而每次英政府為了避免與中國產生矛盾 於是就決定放棄了 在這個時期裡 這個小城市就成為了犯罪活動的溫藏 在當時債城拿到很多個香港第一的 包括最高密度住宅區 最多潛建樓宇住宅 最多無牌牙醫和醫生 最多無牌食肆和工廠 最大型黃島獨聚腳地 還有最後就是測成債的時候最大型的清策活動 單是說毒這一方面 光煎化日之下 有很多白粉檔 幾百人在街上吸毒 而在債城裡面吸毒而死的人 會有人將他們抬出去債城外面 等政府收屍 當時管理這個小社區的明顯就不是政府 而是一些黑勢力 所以在當時債城淪為了一個 充滿罪惡的黑暗貧民窟 當年的虛視沒有了 龍津石橋更加沒有人理 曾經在七十年代 政府派過三千多個警察入去債城 剷除黑勢力 但是遭受到巨大的反彈 結果在債城裡面 變得黑勢力 比警察更惡 聽完以上所說的內容 是不是會覺得 當年的債城 是一個生人密近的地方呢 但是原來當日 一個外來人走入債城 是不會有危險的 外人的眼中裡面 只會覺得債城很多樓 很破舊 但裡面的人 其實跟正常人一樣 只是衛生環境差一點而已 在一些遊客 遊宅的小巷裡面 那些巷子全部都是有名的 雖然會看到有人吸毒 有人打架 有色情活動等等 但是在另一邊廂 又有人在旁邊的街市買菜 吃叉燒飯 吃雲吞麵 店舖照樣營業 有些小孩更加在旁邊玩遊戲 在街上走來走去 有人會說 基本上所有人跟外面的人 都是一樣的 只是他們 或者會比城外的人 窮一點點 而除了吃飯和店舖之外 債城是一個無網管的地方 於是就有很多無牌的醫生 牙醫 甚至鐵打師傅 都在債城裡找得到 更加有人說過 這個地方就是全港看牙醫最便宜的地方 如果債城去到今天仍然存在 我相信我一定會走進去 看看 檔見識一下 來吧 剛才我又說過 債城裡面人口極多 而有一個非觀商的統計 只是一個0.02平方公里的範圍裡 就已經有350棟樓了 全盛時期有5萬人 而這個數字 在當時香港人口密度的300倍 如果不是債城太近舊啟德機場 非法潛建的樓宇一定會起得更加之高 從一個現代科學角度去想 這種逼到實一實的建設 完全是違反了人類學的 但是就是今神奇在這個地方 竟然存活了幾十年 而當時債城的街道設計極為複雜 城裡面有20多30條中環交錯的街行 而大街有8條 由南到北分別是龍津道 龍津路 東頭川道 由東到西 就會是龍城路 光明路 路人街 大井街 和西城路 當中大井街 就是有一個去日供應債城居民 飲用水的大井 而這條大街 又會再分出了很多條很小的行 和鯉 名字就不一次過提及了 想看的自己上網找吧 九龍災城這個地方 其實還吸引到很多很多外國人 特意去這個地方參觀和研究 日本更加出了兩本有關九龍災城的書 分別是公本龍師編著的《九龍城岩》 和中村晉太郎編著的《最後のジョジョジョサイ》 日本電視台更加拍攝了有關債城的紀錄片 除了外國人之外 香港電影電視劇 都很多和債城有關的作品 包括李小龍的《猛龍過江》裏面 有債城的背景 成龍的《重案組》裏面 都有債城的出現 而近年的追龍 甚至乎前排 很出名的劇集《城寨英雄》等等 都是以債城作為題材 成為故事重要的場景 乃至有人認為周星馳功夫裏面的《豬龍城寨》 其實都是在影射九龍災城 而事實上 九龍災城的發展 其實都有香港經濟發展的影子 因為當時分散在債城裏面 幾百個小型工廠和工廠 為香港企業提供了重要的工業產品 亦都帶動了香港工業的起飛 在債城裏面的工廠 很多都忽視了消防、勞工和安全守則 用最低的成本去生產貨物 或者在正規經濟裏面被禁止的物品 例如狗肉、槍炮等等 手法固然是維持一個地方的穩定性 但是在經濟起步之初的香港 用債城的特點來製造和運送這些物品 反而為香港經濟殺出了一條絕路 是正規法律、法例監管衍生出來的獨有經濟體 我們遲下再講香港工業發展的時候 再來回味一下這個 香港經濟騰飛的重要行業 回到債城 講完工業 不如講一下牙醫的專業吧 在陳雲的《我師故我在》 《香港的風俗文化》中 根據政府在清拆債城前的統計 城裡有87間無牌牙醫診所 無牌醫生有63間 而由梁廣福所寫的點滴記憶 再會舊社區裡更加自出 大城北部、東頭村道一帶高峰期 有超過8間牙醫診所 通街都是什麼牙醫的招牌 所以這條街被人叫做牙醫街 而這些牙醫大多數都是來自內地和東南亞 來到香港都未考到執業資格 於是就要利用這個沒有管管的地方來行醫 前舖後居 診金比外面還便宜超過一半 最重要是債城裡的經營完全不用交稅 而這些價廉 但是又不知是否叫密美的牙醫和醫療服務 在當年供應醫療還未普及的時候 都幫到很多低下階層的 在住屋問題上 由於債城是一個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亦都是早期握手樓的典範來的 之所以出現握手樓的情況 一點都不奇怪 握手樓就是指我在自己家伸手出槍 可以跟隔壁大廈的你握手 親密程度你也別說不誇張 當時鐵皮屋和板間房更是見逢插針 只要建造單位的地方 都會建造一個出來給你住的 只要你願意給錢住或者租就行了 因為人口密度已經超出了這個極細範圍的地方的負荷 所以不時會出現水量供應不足和水壓不夠的情況 食水和鹹水都去不到高層單位 這個問題亦都不時發生 於是一眾街坊在地下設立了街喉 不少居民直接在街喉隔壁洗衣 更加有居民做擔水這項生意 用來賺外快 上面有提及過港英政府曾經有意圖清拆九龍債城 於是在債城城牆拆除了之後 政府曾經有意圖在債城內行使管治權 事發在1947年11月 政府下令清拆債城新起的母屋 要求居民兩星期內搬遷 並且要求法庭頒布執行令 1948年1月 港府在反對的聲浪之下強行拆屋 一共拆了七十多間房屋 當中不少是歷史悠久的磚屋 當時有聲音指 港府的目的不是為了阻止為例搭建 而是嘗試行使主權 這件事激怒了宅城內的居民 民眾用磚頭攻擊執法人員 官方向市民開槍 結果造成六人死亡 兩人被捕 事件激發起全國人民的憤怒 各地出現示威活動 港府眼見反抗情緒高漲 擔心引起管治危機 從此就不再清拆九龍債城內的房屋 更加不想再管了 到了1984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之後 香港前途明朗化 所以港英政府就趁機會 和中國商討處置九龍債城的問題 直到1987年1月14日上午9點 政府突然宣布全面清拆九龍債城 並立即派了幾百個警察和房屋處 職員圍住的債城 目的就是避免有人如目運珠 臨時遷入債城 握賠償 歷史回帶到了1984年中英簽訂 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 1987年中英雙方就稱責債城一事 達成了協定 決定要三年之內 分三期把九龍債城拆掉 安排大約四萬個居民搬遷 政府馬上著手為居民提供優厚的賠償 被居民優先申請居屋 即使選擇輪候公屋都可以有搬遷費 但其實中間都出現過不少風浪 在1991年11月 80多個居民拒絕遷離 於是就在港督府前正坐抗議 而後來警方採取強拆行動 派了超過百名的機動部隊封鎖債城 破門移入 抬走了留守的居民 去到1994年 九龍債城終於拆掉了 結束了他的歷史任務 而港府旋跡就將原子 建立了九龍債城公園 公園裡的一切 我們上一段影片都很坦白地說過 其實和九龍債城的歷史 是完全無關的 裡面只剩下炮台 岩門 黑了藍門 和九龍債城的花崗岩石碑 所謂有關債城近代的一切 都只是在資料板上出現過 有人說過 無論中方還是英方 都不想再提這一段 不太光彩的歷史 中方經過長年的混亂 而且沒有在適當的時候收回債城 或者可以說是沒有能力管治這片飛地 而英方就一直都處理不到這片飛地 甚至乎要在香港九五年之後 才有能力清拆債城 兩邊都不見得 處理債城是一個很光榮的歷史 所以去到今天 都沒有一個很大型的官方組織 或者活動去說回債城的故事 反而民間就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演繹債城了 好,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有趣的話 記得CLSS 留言、LIKE、SHARE 以及SUBSCRIBE 我們下次再說其他 拜拜